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场面对老鹰 提胡最终输了16分 而面对缺兵少将的篮网 提胡更是最终惨败28分之多 这也让主教练不敢再把小托马斯放在场上 而这两场小托马斯未能出战的比赛里 提胡都取得了胜利 其中还包括对东部竞旅费城的胜利 考虑到鲍尔的伤势并不严重 本来就只是千来解燃眉之急的小托马斯 将会再度面临被球队遗弃的情况 虽然有些球迷可能会觉得小托马斯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但你绝对不能否认小托马斯为梦想付出的努力 这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 上个赛季他加盟华盛顿奇才 在场均23.1分钟的上场时间里可以贡献12.2分 三分命中率更是高达41.3% 他在进攻端仍有余力 毕竟对于这位1米73在职业生涯的第三年变能场 均得到20.3分的小个子而言 进攻端的天赋一直都是联盟中的尚有水准 只是小托马斯的防守实在是太过糟糕 在奇才时 他的防守效率便是联盟垫底水准的120 他在进攻中的贡献都不如他在防守端的漏洞要来得多 后来在奇才失了夜 小托马斯为了能够继续对抗NBA等级的对手 进行了髋关节表面置换手术 完成该手术之后 小托马斯也是信心满满地表示 他为新赛季做好准备 事实上小托马斯向来不缺乏自信 而这极度的自信 也许就是在他对抗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质疑中磨练出来的 1米73的他在职业生涯中面对过太多的质疑了 换做一般人早就舍弃掉篮球梦 但是小托马斯没有 他选择与这世界对抗 并曾占到了许多球员都未曾达到过的高度 关于未来 小托马斯大概会前往其他篮球联赛中打球了 毕竟期待NBA大门继续为他敞开 已经不太现实 毕竟自从被波士顿背叛了小托马斯之后 小托马斯在五年的时间里换了五支球队 却没能在任何一支球队中挽回声誉 球迷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小托马斯的实力 已经不足以让任何NBA球队为他递上一份合同 但若是他选择前往其他联赛打球 比如CBA联赛 那么他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赛场统治力 并能够取得一番别样的成就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希望小托马斯不要气馁 他曾站上NBA之颠 这就已经足够圆满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